超级大国美国与众多国家建交 但这几个国家却与美国断交 一起来看看 美国在大家的印象里是超级大国 不管是经济军事科技 都是排名世界第一 甚至不少人想移民美国 虽然算不上十全十美国家 但那也充满了吸引力 全世界与中国建交的已达180个 截止到2018年 有189个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和美国建交的国家太多了 全世界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绝大部分都跟美国建交了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那些不跟美国建交的国家 说到建交 前段时间大家热搜也看到了 蒙古国向中国捐赠的羊入境了 当时中国以及全球疫情的严峻形势下 蒙古国总统能访问我们 并提出捐赠三万只羊 能看出满满的诚意了 这属于典型的雪中送炭 初步计算了一下 三万只羊的总价值大概是1.18亿元人民币 真是让人暖心啊 也希望蒙中两国友谊更长久 蒙古国跟我国建交 另外也跟美国建交 毕竟它的地缘劣势 只能多交朋友多条路了 接下来我们说说 不跟美国建交的几个国家 首先是叙利亚 叙利亚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 全国总面积为18万平方公里 地处世界石油天然气最丰富的中东中心位置 经济来源主要是农业 石油 加工业和旅游业 说到叙利亚 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一直战火不断 不太平 不过也是如此 所以它们并没有像其他中东石油大国那么富裕 1946年 叙利亚同美国建交 1967年 六五战争爆发的第二天 续宣布同美国断交 之后 两国关系又一搏三折 几年后双方又开始交往 但由于叙利亚倒向俄罗斯一方 惹恼了美国 美国对其进行制裁并实施军事打击 甚至和阿萨德政权断交 至今 叙利亚仍旧是美国黑名单中的一员 第二个我们说的是伊朗 伊朗 国土面积约164.5万平方公里 世界排名第17 是中东地区的大国 曾经和美国也建立了非常牢固的盟友关系 简直就是从朋友到仇敌的教科书 伊朗 在上世纪70年代末 做了一件事 热闹了美国 就是抓了几十个美国人做人质 来威胁美国政府 让美国政府气急败坏 美国就冻结了伊朗在美国的资金 两国的关系飞速恶化 之后彻底断交 随后两国就进入了水火不容的状态 伊朗在外交上一直奉行独立不结盟政策 还将美国列入了恐怖主义 而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也一直没有松懈 美国和伊朗要想再次建交 恐怕是非常困难了 第三个 威尼瑞拉 是位于南美洲北部的国家 首都加拉加斯 它被称为瀑布之乡 面积916400平方公里 海岸线长2813000米 从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深绿色占大半面积 所以它们森林面积覆盖面很广 占全国面积的56% 委内瑞拉自然资源也丰富 石油潜在储量达2210亿桶 铁矿石储量及资源量为146.78亿吨 天然气储量3.6万亿立方米 1974年6月28日和我国开始建交 而和美国在1835年就建交 比我国都还要早 早年 委内瑞拉和美国关系不错 因为在这儿拥有着丰富的石油 很多美国企业前来投资 而委内瑞拉所拥有的F16战机 也是美国卖给委内瑞拉的 不过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上台后 关系就开始恶化了 一方面 委内瑞拉石油国有化政策 导致唯美关系恶化 其次 委内瑞拉不喜欢外界干涉内政 而美国的手一直伸的比较长 这引起了委内瑞拉政府的不满 还有一方面 查韦斯也奉行反美的政策 因为查韦斯与美国针锋相对 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2019年1月23日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 正式与美国断交 不过如今 委内瑞拉是中国在拉美的 第五大贸易伙伴 虽然和我国远隔万里 但长期以来 两国关系很好 第四个国家是布丹 它比较特殊 不和美国中国建交 布丹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 人口2018年约73.5万 布丹是我国的邻国 但是却十分的穷 而且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开放电视与网络的国家 我们看看首都停步 没有高楼大厦 连铁路都没有 看到的只有公路 而且布丹国内只有一个机场 到了1999年才开始有电视 70%的人没有手机 上网人数不足以成 几乎保持着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 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既不与美国建交 也不与中国建交 甚至不与英国 俄罗斯法国建交 不过 布丹目前跟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主要受到印度的志愿 因此 在与其他国家外交时 还要顾及印度的态度 印度可以说是与布丹的关系最密切 布丹不爱与外界接轨 也算是走了一条另类的道路 不以GDP增长为中心 而是追求国民幸福总值 最后一个大家也猜到了 就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四大陆西北部 79.6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为2.08亿人 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中 巴基斯坦从地形图上看 黄褐色的地方代表着山地 颜色越深地势越高 大致看一下巴基斯坦这个国家 就发现 它几乎有五分之三的国土 是山地和高地 它的南边有900多公里的海岸线 守着全世界原油出口最多的波斯湾 当初也是美军把培训机构 选在巴基斯坦的原因 如果占据了巴基斯坦这个有利位置 那么向北可以围堵苏联 向西可以威胁伊朗 向东俯瞰印度 向南欣赏波斯湾的邮轮 同时远眺阿拉伯海和印度洋 巴基斯坦和美国两国之间 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冲突 两国之所以没有建立外交 与巴以冲突有很大关系 1990年10月 美以巴坚持核发展计划为由 停止了对巴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此后 巴美关系冷淡 1998年5月 巴和市招致美全面制裁 1999年美对巴军事政变 再次予以制裁 可以看出 在巴以冲突上 美国是偏向以色列的 那么随着巴以冲突的加剧 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 也很难得到缓和 大家都知道 巴基斯坦是和中国 唯一一个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的国家 1951年5月21日 中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巴铁的关系是非常铁的 也希望中巴有一万岁 容不得谁挑拨 不过说了这么多